好,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 吊威士,演练和将节 这个吊威士和八段银里面 最后一个动作 爽手攀起,鼓声摇 动作基本相通 有有稍微的变化 爽手还是欢欢的 举过直接的头顶之后 两手在前上方交叉 向下落下来 第一开始可以不着到底 做半径 分三部分钟 一 二 这时候头要抬起来,向前看 三 头尽量向前抬,向前看 这样才能起到质病烟烟的效果 这个吊威士呢 它现在就和八段银里不同的就是 所调为调位 来回调动这个吞部 先想做 可以摘住 一 二 三 这个仍然是头要尽量 向上开起来 再接住 左右边 那边 当然 动作比较难做一点 如果你要做不下去的话 一开始的,也可以先做一半 一、二、三 一、二、三 这样照样能够祈祷 执饼 演练一首的小锅 我们大家一起来煮 第二位是 一、二、三 一、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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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面弄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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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面弄住